你們今天 pedestrians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QuizD熊 熊哥呢今天帶大家來這個 墾丁國家公園有沒有 一个我们车床天地的特约营地 它位于我们墾丁大街跟福华饭店 距离大概是在三公里 你看我们现在一路开过来 我们就注意我们往右边看 我们现在往右边看 对然后你要注意看它是往下 它叫大圆山营区 在这个谷歌地图上是有的 有这个地方 大约三四百公尺的距离就会到了 所以它离我们的这个墾丁大街是非常的近 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在右边 我们再往前开一点 大概三公里 好你们看我们看右边那车里进去 你们看到我们来看哦 右边这边有一个 往下看 对 它有一个斜的 然后它有右边跟左边两边 它有右边跟左边 右边跟左边两边 我们是往左边这边进去 不是右边 左边这边进去以后 它的路有一点晃 都是水泥路 这种有点斑驳的水泥路 好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大圆山 大圆山的这个路营区 海景路营区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营区哦 好我们到这边有一个三叉路口以后 我们往左边 左边转过来 最左边这边有一条路是往下面的 它的路真的路控是有点不好 不过没有关系 它是我们的特约 车床天地的特约营区 你看其实它是 有人在车博 我们来看哦 这边的营区在这里 这边的东西 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好,這裡就是他們大圓山露營區的衛浴 他的衛浴會比較簡陋一點 我們來看這裡 廁所他們就直接用這樣洗手、廁所洗澡 有一點像我們這種小時候 國中去露營 大通鋪大家一起玩的那種 比較簡陋的 但是 他的這個環境也是 你們看那邊也是比較像 比較原始啊 他不會像一些這個露營區有沒有 都過度的 過度的這種建設 他比較偏於就是比較接近自然 熊哥也是比較 有點偏向於野營 他這裡就是 有水測的野營區 但是就是要收費 反正如果我們有VIP的話就是 一人一車就250塊 兩個人的話我就好像300、350塊 我常常會來這邊如果去 如果我來墾丁這邊來玩的話 我幾乎都是停在這裡 我覺得我還蠻喜歡這個地方 跟他講一下 你想要吹死啊什麼的都OK 對 而且前面就是海 你看那邊 非常不錯的一個點 就是如果你不是很care 這個他的 衛浴會比較原始一點 也不是說髒了 他衛浴其實還蠻OK的 而且他熱水超級燙 你看看他那個 都用大桶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價格非常便宜啊 我們等一下再過去看一下旁邊那邊 來 GO 我們從那個衛浴過來以後有沒有 我們旁邊這邊 就是他們自己搭的竹屋 這裡 然後這是竹棚 然後後面是水管屋 這邊都可以搭帳 也可以車搏 這個竹屋我就不予置評 因為我是不會注重竹屋的 我們大圓山露營區有沒有 熊哥大致上就是講解一下 就是他的基本環境 跟他的衛浴就是這樣子 好這集呢 熊哥就為大家介紹到這裡囉 拜拜